好 继续webpack 这是介绍 大家看一眼 然后呢 第一我们配置一个eslint eslint 其实来讲呢 这个我们说 eslint跟stylelint很像 只是说eslint 它做的是什么呢 eslint是 用于去看你 js里边 它包括es 就是javascript相应的这些东西 有没有问题 那么它里边呢 也是首先 你要配置eslint的loader 跟刚才那个什么一样 配完loader以后呢 让我们再去配plugin 然后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在eslint底下 我们要相应的去配置 整个eslint做一些操作 那么我们现在来开始这个过程 开始安装 cnpm install eslint 先一个一个装吧 好 interloader 好 没问题 plugin react 好 刚才呢 我们安装了这两个 一个是eslint 一个eslint loader eslint plug-in react 实际上是说呢 这个eslint比stylelint呢 还是用处要大一些 这个是实话实说的 那么呢 在这底下呢 那么我们 来看看 怎么配置它 因为刚才在stylelint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 其实当时有一个配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stylelint里边 在stylelint里边的话呢 我们当时有一个 一层的stylelint config standard 这个其实来讲就是说 你当有一个lint以后 你其实要有一个标准 也就是有一个列表 因为原先就是说 这个所有的东西 都按一个标准来 这事挺霸道的 你想一想 我的代码 我做主啊 你要是编译器 是吧 你说你这东西写错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弄 这还讲道理 lint这东西 本来就是一个代码规范的问题 我一个代码规范的问题 凭什么你说 你写成这样就不让我过呀 对吧 我就喜欢写成这样 是吧 甚至包括 比如说你硬性规定 因为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是说 工具和人 它的级别不一样 如果你一个公司的团队 你说我公司老板拍下来了 说我们 因为我们总得 这个标准是统一的 我们不能说 一个公司写的代码 然后五花八门 然后这个 它没法传到一起 最后它的可谓 不信很差 作为一个公司来讲 我可以硬性的要求 我就选择一种 比如说我就用小头峰 或者我就用轩压力命名 我就这样了 那个没什么好说 大家人为规定 然后你认同 也要认同 这是个价值观的问题 但如果你把工具 割成这样就讨厌了 你说你一公 我一公司 我用你工具 我就必须得用成这样 这个有问题 那么来讲 那么ESLint 也有类似的问题 那么ESLint 就是说哪些东西 你要关心 哪些东西你不关心 这个事实上来讲 本身就应该让你能选择 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选择的问题 我们就涉及到一个配置它的问题 这里不是装一个包 而是说我们去配置ESLint的第一个东西 这里面我给了大家一行命令行 这个命令行 我们来运行它一下 我们来运行它一下 是叫node 应该是点杠 node 然后ESLint 诶 这个 怎么出不来啊 竟然OK 哦不对 应该是这样了 啊对 哦不对 后面这个路径不能这么写 这个路径得 这个不是Windows的路径啊 但是这个没办法 就必须得那么写 所以我type的时候出不来东西 这个又恍惚了 好 这就只能敲了 其实来讲是哪个东西呢 我们知道在Windows上 这个杠都是斜杠啊 但问题你现在用的是node 你用的node的时候 它这个品是Linux的习惯 那才是Windows的习惯 但是现在node这个东西呢 它是 因为你这 你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文件 你这个是一个给node的参数 那么node进去 它就接收这样的 那么我们就 遵从它这个 它这个东西啊 然后这有一个ESLint 那么这个其实是在 我们刚才安装的时候 在ESLint底下 有那么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打--unit 这工具是干啥的呢 这工具来讲 其实是帮你去设定一个东西 它最后会生成一个配置文件 然后在这里面呢 它会问你一些 关于这个 你对代码的这个 呃 风格的一些设定 你去设定它 设定完了以后 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东西 呃 我个人觉得ESLint和StyleLint相比 ESLint还是有一些用处的 ESLint呃 这个在代码期间 是能够改变的一些东西 StyleLint是比较矫情的啊 像什么 就两空格缩近 四空格缩近 这种东西 反正挺讨厌的 然后那么 在这呢 我们选择 to check syntax and find problems 这里面它有三个级别 一个是to check syntax only 就syntax是语法 就是我只检查语法 静态语法检查 其他的我不管 那第二个呢 是说to check syntax and find problems find problems 是说 它事实上 我去试图找到一些 呃 问题 就是它会 它基于静态分析 也能发现一些问题 比如你设定了 你申请了一个变量 它不用 到后面一会儿 我们也看 不是不用 是它没看出来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 to check syntax and find problems 然后你在这呢 可以去 呃 试图发现一个问题 但发现完了 你也可以不用 好吧 第三个呢 还有false code style 我不建议用第三项 一般来讲就是呃 语法检查 加发现问题 这就好了 好 回车 回车以后的第二个问题啊 就是你用哪种模式啊 是javascript model模式 就是import export这种模式 还是commonjs里面 就是require export模式 这种模式是es6的语法 这是es6以前的一个酷 commonjs 就是有的人 我们就习惯写commonjs的 或者说我们现在已经是es6了啊 所以我们使用的是javascript models 使用的是这个 回车 第三个是which frameworks 呃 does your project use 呃 use啊 ray keys 就是上下左右能够调 这你看啊 它就能够用react 也可以用view的js 也就是eslin的这个东西 也可以给view来用 我们前一次说view的那个时候 叫脚手架 那么脚手架里面 其实也可以把它编进去 只是因为当时课时呃 受限的原因 我们就没讲 那么我们把这个东西 都放在react里面来讲 其实道理一样 你在这配完了以后 你回view里面 你也一样能配 因为选都是wipack 只是说底下那个那个 有些东西不太一样 好 那我们肯定选wipack 那个我们肯定选react 那么不能选view对吧 选view就就就就奇怪了 好 选react 然后where does you code run 然后呢 他说这个东西呢 其实这个是可以多选的 你到这个地方来打空格 然后就多选了 然后那什么 就那什么 然后这个里面呢 我们选择browser 因为他既可以在browser上跑 也可以在node上跑 那么我们只选择browser 然后 what 那个what format do you want to configure file to be in 就是说你的 这个配置文件 你是想什么类型的 我们的配置文件显然是js的 所以我们就用js文件形式 好 然后底下他问说 would you like to install them now with npm 这个我们选择n 因为我们其实已经装完了 他还提示你 那我们不管 不管这事就完了 好 所以他现在告诉你 successfully created eslint rc 就是.eslint.rc.js file in这个地方 s created 那么我们在这 现在能找到 这个文件原来没有啊 这个原来文件刚刚没有 这个文件就是刚才 我们所配出来的 他就是一个models 他用来配置说 我们的eslint到底哪些做哪些不做 它的配置是什么样的 这个配置文件就在这 那么如果你需要改的话 你可以再改这个 但是我们现在不改这个东西 我们就缺成重这个东西好了